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相声界作为娱乐圈中的其中一部分 其性质也可以跟娱乐圈很相似 说相声的很多 但真正能够大红大紫的 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 所以很明显的两极分化 而在观众面前 展露头角的几位相声演员 虽然名声在外 但从他们的座驾中就可以看出 与其他演员相比 收入差了很多 说到相声最先想到的 也莫过于郭德纲 他所创办的德云社 也让许多人对相声有了新的印象 在出路锋芒之后 郭德纲就入手了一辆 价值30万的马自达6轿跑 这款车型在当时 可以算得上是颜值担当 配置上也是令人满意 有电动全景填窗 7寸液晶显示屏 倒车雷达等等 后来郭德纲还入手了一辆 克莱斯勒300C 郭德纲铁哥们余谦 给人的形象一直都是比较谦虚 而他也被许多人看到驾驶着一辆捷达出行 在现在能够看到捷达已经不多了 并且在动力等方面 捷达可能也比较落伍 但不管怎么说 于谦也算得上是一位影视明星 能够做到如此低调 实属不易 与他们形成对比的就非周立波莫属 周立波是脱口秀出身 与相声一样都是靠嘴皮丝挣钱 但周立波的收入 可是远远高于郭德纲和于谦他们 从他的限量版金色敞篷兰博基尼 就可以看出 并且据说他还有一辆劳斯莱斯 这些豪车似乎周立波都不放在眼里 两位相声界的泰斗 与周立波作家的对比非常鲜明 也难怪相声给人一种清苦的形象 不过他的发展观众有目共睹 相信这门艺术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